今天下午一点多 桃园机场又发生了地面安全事件 有一批的货物在运送的时候擦撞到 停在地面的国泰航空CX499的航班 桃勤公司表示 当时正在执行地面的拖运作业 但是呢 拖车倒车之后 货车就不小心滑落 碰撞班机的2号引擎 不过呢 国泰航空的机务表示 飞机只是机身轻微 碰到并没有大碍 所以呢 航班没有延误的状况之下 在下午的1点13分起飞 已经返回到香港平安降落 而桃勤公司说 肇事的同仁经过酒测是零 不过出现作业疏失 也会扣照一个月 不过出现作业在白色的地方 又是我们的联系